嗨,大家好,我是李鲜雪 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吧 这个呢,可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呀,去前世老婆找上门这本书里啊 给家荣,呃,是给李辉啊,找老婆去了 大家快来听听,我这月老当得怎么样吧 一千七百八十七集 向武生却是冲林雨笑了笑 不错,我们这次来了这么多人对付你 确实有些一朵七少 而且还有我亲子出马大队 传出去,确实有些不光彩 但是,只要能除掉你 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虽然也觉得我们组织的商策 对你的评价有些夸张 但是,为了防止你日后 对尖刀宗师们构成威胁 我仍然同意,不惜一切代价 冲掉你 而且只要你死了 那国际上便只知道堂堂的何家荣 死在了我大虚日帝国神幕组织的手里 绝不会有人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死的 那看来,今日你我之间必有一个人会无法活着走出去了 林雨眯着眼睛望着向武生饶有兴趣地说道 哦,不不不不不,火先生 向武生立马摇起头 接着直指林雨十分认真地说道 无法活着走出去的人 是你,不是我 我的意见跟你恰恰相反 向武组长 我觉得你会长眠于此 而且你的尸体上还不会有舌头 因为我会将你的舌头拔下来 林雨眯眼望着向武生说话的时候 语气中带着一股凛冽的寒意 淡淡地说道 我跟你说过不下一遍了,对吗 你却仍旧连个音都发不对 是不配拥有舌头的,你知道吗 从向武生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到现在 他始终说和的时候都会说成和 已经五六次了 结果这向武生还是合获不分 所以这条舌头也没必要留着了 向武生听到林雨这话 不止没有丝毫的愤怒 反而仰头大笑起来 随后他兴致勃勃地望着林雨说道 火先生,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里吗 未等林雨说话 他便摇头自顾自地回答 那就是你的自信 不过可惜 只是盲目自信 他话音一落 后面的树林中顿时发出了一阵骚动 接着一众吐完泄完的黑衣人 从里面冲了出来 仍旧还有约莫三十多人 小胡子健壮神色一正 他和向武生之所以没有急着和林雨动手 就是为了等这帮手下赶过来 好让他们先消磨林雨的体力 为向武生增加更加轻松获胜的把握 甚至他希望这帮人能够直接灭掉林雨 小胡子的双眼一瞇 眼中闪过了一丝寒意 冷声喊了一声 上 说话的同时 小胡子大手一落 示意这帮手下冲向林雨 干掉他 但是意外的是 他话音刚落 发现一众黑衣人都呆立在原地 动都没动 因为此时一众黑衣人上吐下泄几番之后 他们近乎于虚脱 心理防线也几乎被催垮 对眼前的这个何家荣无比的忌惮 甚至有些惧怕 他们生怕这个人再弄出什么防不胜防的陷阱来 将他们折磨到痛不欲生啊 小胡子见一众黑衣人竟然不服从他们的命令 顿时脸都起歪了 怒骂一声 厉声呵斥 你们他妈的都聋了吗 我让你们动手 一众黑衣人见小胡子生气了 人群顿时一阵骚动 不过只是脚下动了动 仍旧没有上前 倒不是他们一再违背人家的命令 而是因为他们刚要登地发力冲向林雨 便感觉到裤裆和腿间又传来了异样 难以启齿的异样 毕竟他们刚刚才剧烈地腐泻过 要知道他们这身衣物和装备可是根据他们的身材量身定做的 尤其是修身又富有弹性的裤子 小腿和脚踝处梳得特别紧 而且紧紧地绑在皮质硬靴中 裤子和鞋子几乎是连在一体的 所以他们担心一旦交起手来 随着裤子里污浊之物便会狂动 这样一样的感觉就会几何倍数的增长 这种感觉他们只是想想就觉得不寒而栗 浑身恶寒 只可惜他们来之前做梦都没有想到 林语会对他们用这种招数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带任何替换的衣物 他们只能选择咬牙忍受这种比刀割追刺 还要痛苦上千万分的难受触感 站在他们对面的林语同样也十分紧张 他如临大敌 他虎视眈眈地瞪着眼前这帮黑蚁人 神情无比戒备 甚至眼神中还夹杂着一丝极少见的恐惧 因为他也不想和这帮裤子里有装满异物的黑蚁人战斗 此时他突然间无比地后悔 早知道弄点麻药 把这帮人迷晕不就完了 结果正成现在这个局面 简直就是杀敌一百自损八千呀 如果你们的耳朵不好使了的话 那我觉得他们就没有必要再待在你们的脑袋上了 这个时候一旁的向武生面色一沉 冲手下人冷哼说道 如果是你们的脑袋反应有问题的话 那同样 你们的脑袋也就没有必要留在你们的脖子上了 听到向武生这话 一众黑蚁人吓得心头一颤 身子不由打了个哆嗦 不管是剑道宗师盟还是隐修会的人 都知道向武生可是心狠手辣的狠角色 要是惹恼了他 他们绝对小命不保 而且死之前还会非常痛苦 所以他们不敢有丝毫的违抗 神色一冷 接着脚下一灯 强忍着身上的虚弱和苦当中的异样 奋力地朝着林雨冲上去 林雨看着一众汹涌而来的黑衣人 携带着具备杀伤力的臭气 朝着自己飞扑过来 他的后背也是一凉啊 他心中头一次生出了莫大的惬意 他甚至想转头跑 但是他知道他不能 所以他咬咬牙硬着头皮 朝这帮人冲上去 而一旁的奎木郎见林雨冻了 自己也用力地一蹬地启动身子 朝着这帮黑衣人扑上去 他们两个人冲上来之后 瞬间便被黑色的潮水淹没 不过因为这帮黑衣人吐泻的身体虚脱 导致实力锐渐 所剩实力几乎不到自己原先的三成 所以他们这么多人围剿林雨和奎木郎 两个人占据上风的竟然是人家两个人 但是同时这群黑衣人身上的臭味 对林雨和奎木郎的伤害也不低啊 起码削减掉了他们两个人至少三成的实力 所以相比较攻击他们做的最多的还是防守 而且他们生怕打得太激烈 导致不小心碰到什么恶心的东西 所以他们一直在收着打 几乎都是有了一击致命的机会才骤然出手的 在这种拉锯战之下 林雨和奎木郎居然占据了牢牢的上风 只要瞅准机会 两人手中锐气便迅速一击 利落地解决掉一个 数分钟之后三十个人已经死伤了不少了 小胡子健壮气得直跺脚 恨得牙根都痒痒 他想他们那么多人竟然奈何不了人家两个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